請示主委 請示主委 主委 你好 主委 我想要請問一下 因為 中佳案 基本上他在選舉前 就已經1月16號前 就已經討論很久 那我不知道有怎樣的 一個必要性 讓 選舉完 選舉結束 而且確定 已經產生新的民意 這新的民意中 有未來會上任的政府 以及現在的一個新國會 是怎樣的必要性 讓委員 你決定說 你一定要敢在這段期間 讓中佳案通過 而且你完全違背 所有的一個主流的一個民意 我告訴你 在上禮拜 上禮拜有一個 這個 數位匯流的一個民調的一個 調查的一個報告 這個報告中 它有一個問題是 對於政府是否應該通過 遠傳併購中佳 有高達64.3%的一個民眾 認為不應該通過中佳併購案 只有21%的人認為 可以遠傳可以買下中佳 但還有14.7% 他是不知道這個案子 所以已經有高達6%的人 認為這樣一個併購案是有問題 而且 這樣一個併購案 可能會產生未來媒體壟斷 我們所接觸的一個媒體的一個環境 被特定財團給壟斷 所以我想要問你的就是說 對於這樣的一個民眾 普遍的一個聲音 你都不知道嗎 包文 我也是民眾 我的聲音就不是這個樣子 第二個呢 是 那個調查呢 你的聲音不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想問一下 你的聲音是什麼樣子 你的聲音是大家都認為說 買下遠傳併購中佳 好事一件啊 我的聲音也不是這個樣子 那是什麼樣子啊 所以委員並沒有問到 台灣2300萬人每個人的聲音嗎 我要去問2300萬人的每個人聲音 我要怎麼問2300萬人的聲音 是不是這部分就是一個民調在 所以民調就是一個意向的調查 就只此而已 而且呢 只此而已 那好 只此而已 民調是只此而已的話 那你告訴我 你怎麼接觸 那你接觸到台灣2300萬人嗎 包文 我的聲音會是 公務員一定要依法執行 台灣是一個法治國家 台灣也尊重每一個國民的自由 你的聲音是怎樣 你請你告訴我 我剛才正在說 好 你說 台灣是個自由民主的法度 所以呢 我們一定要尊重每一個人的自由 台灣呢 所有的法律應該切實履行 如果沒有禁止人民的自由呢 不能夠突然去禁止這個事 那我問你 自由有沒有說 以不妨害他人為前提 自由的定義應該有 如果委員要整套的憲法理由 我會慢慢跟您說 原則上不可以 我不需要你跟我說憲法理由 那我認為 我要跟你強調的是說 如果現在產生了媒體壟斷 讓我們所有的 所有的接觸到媒體的人 他無法得到 多元的一個聲音 那這樣的話 是不是他在 因為他的一個接觸 多元聲音的一個自由 因為你委員 你這樣通過了一個 一個會壟斷所有的一個媒體市場 的一個決定 你讓他失去了這樣的自由 會不會因為這樣 我認為這是好問題 但是不是針對本案提的 因為本案並沒有造成媒體的壟斷 那我問你 而且剛才那個調查 我想請問說 現在中加 遠傳並沒有併購中加案 因為這整個申請案 一直都不是遠傳去併購中加 他問這個題目 當然調查的名義是不對的 今天早上 今天早上 林俊憲已經說 現在遠傳涉嫌已在 所以我們一定會查這件事情 你這一件我希望你好好查 是 公民應該要執法 但是你剛剛所講的 你認為說 有沒有壟斷這件事情 還有爭議 我想要問說 現在中加在 台灣媒體有線電視 傳播系統的一個佔有率是多少 包圍 買賣前是如此 買賣後也是如此 多少 都是22%左右 買錢賣錢都 買賣錢是這樣子 買賣後也是這樣子 22.9% 如果要很精準的話 22.9%算不算高 雙赫市指數 HHI之前之後完全相同 完全相同 我知道 那我問你這樣的一個佔有率算不算高 很高 很高 那如果這麼高的一個佔有率 買賣錢就如此了 買賣錢就如此 那如果這麼高的一個佔有率下 這麼高的一個佔有率 這麼高的一個佔有率 如果這個是被特定媒體所壟斷的 這個應不應該控制 是 如果 主委 如果你們在這個時候 做出這樣的一個決定 那你們 就是 你出了所謂 20點的一個承諾事項 那這個承諾事項它是 它主要是 針對每半年 你們會針對這家媒體來做的一個評估 每半年 行政檢查 隨時都會進行 那我想要問的是說 所有的一個媒體 它的播出在每一天都會發生 結果你在半年做了一座行政檢查 這樣會不會太低 報委員 那是涉及硬體建設跟它那個地方頻道的一個進展 它投資呢 所以你們半年是針對硬體建設 你們半年針對硬體建設 總的匯報它各個方面的旅行進度情形 好 那針對他們播出的一個內容 你們有辦法 在每一天都做好 應該要有的監控嗎 報委員我們不是警察國家 我們不監控頻道內容的言論走向 你們當然是不監控啊 但是如果已經構成 沒有人在監控人民的言論的 那如果已經構成壟斷 這樣的一個言論是特定媒體的一個壟斷的話 你們有辦法做一個行政檢查嗎 你們有辦法做一個行政檢查嗎 你們會瞭解市場結構的變化如何 那如果後來產生壟斷的狀況 委員 您如果想知道這種壟斷的情況 我們會給您完整的報告 因為壟斷這個字 如果當作一般用語去談的話 這是感覺問題 不是事實 所以我要跟你說啦 你現在一直在跟我講的就是你為了要護航 我們沒有護航 你要護航你這個案子 我們違法在執行 那你完全漠視 歡迎委員舉報說違法事實 我們一定會查到底 好 那我想要問啊 為什麼你一定要急在現在 我們一年都不急 我們一年都不急 我說過很多次 我們都審半年多了 已經法規比過來比過去 所有事情查過來又查過去了 我告訴委員啦 這樣的一個案子 基本上它有高度爭議 所以我們是希望 這樣一個高度爭議的一個案子 在520前 你們必須要做一個相關的一個處置 那剛剛也有通過說 我們希望你們這段時間先行撤銷 我們希望說再用更更恰當的一段時間 來做好這個整體的一個評估 再來通過這個案子 不會太晚 所以我這樣的一個建議 你可以接受嗎 這個案子沒有完全通過 因為行政流程還沒有走完 那我們現在該做 我們現在就會做了 我們不會等案件結束的 好 我希望你們好好的做好這個案件的評估 也請委員加強指導我們 謝謝